哇 有人在湖边露营 露营车 露营车 民众开车来到日月潭 隐藏景点月牙湾 但眼前竟然出现一台大大的露营车 现在别是有个人 所以我们家两大三小 好厉害 不一会从车顶帐篷 下来妈妈跟两个小孩 原来他们已经在这里过了一夜 一早就来了对不对 一早就过夜 很凉 会很冷 看看这台露营车 车顶帐篷可以睡五个人 一旁蓝色小帐篷是行动厕所 整台车不但占用停车场道路露营煮饭 民众甚至还跑到日月潭湖畔钓鱼 完全无视现场禁止露营钓鱼的公告 黑色的是酒店 这上面身上有点 有点像金鱼啊 有点像雕 红色这个是红毛毁 日月潭景点月牙湾 风景优美 由于必须通过隧道才能到达 一般人很少知道这个隐藏景点 但也因为它够隐秘 成了露营组的最爱 越洋湾不但吸引露营组 之前甚至还有行动咖啡车 在这里卖起咖啡 进行一个确定的动作 如果还是没有办法配合的话 我们会依据发展弯弯条例 第六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 可以处以五千块以上 一百万以下的一个发还 民国一百年之前 月牙湾还是露营胜地 但是进行管制之后 依旧有民众无视公告 大啦啦搭起帐篷露营 如果发生危险 谁该负责 记得台中南投综合报导